小伙伴们好,我是冷姐 1989年,成龙自导自演文艺片《奇迹》 成龙以动作片出名,一直想证明自己的演技 无奈佳和电影公司觉得文艺片不挣钱,不愿意给成龙投资 成龙好不容易说服了佳和 但成龙拍动作片习惯了大手大脚 《奇迹》竟然花了6800万才拍完 佳和感觉不对劲,这样下去肯定要亏钱 要求成龙在片中设计大量动作戏 成龙顶住压力,没听佳和的 《奇迹》上映后口碑确实不错 成龙也拿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影帝提名 但电影香港票房3400万 由于是文艺片,奇迹海外市场也一般 于是成龙提出拍动作片《飞鹰计划》来补上奇迹的亏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飞鹰计划》的幕后故事 《飞鹰计划》是1987年成龙和曾志伟导演的《龙兄虎帝》的续集 《龙兄虎帝》还有一个片名是《上帝武装》 1991年《飞鹰计划》上映时 另一个片名就是《上帝武装2》 有趣的是《飞鹰计划》北美大麦《龙兄虎帝》也被引进北美市场 结果被拼伤以《飞鹰计划2》发行 幸好这个系列剧情独立 不然北美观众肯定投胆 对于这个系列成龙一直念念不忘 2012年还拍了续集《飞鹰计划3》 但《飞鹰计划》的版权在江河手里 因此改名为《十二生效》 这个系列也见证了成龙的成长 《飞鹰计划》成龙自导自演自编 《十二生效》 成龙身兼出品人、监制、导演、主演、编剧、武术指导等15个职位 创下了一部影片中身兼职务最多电影人的吉尼斯记录 拍摄《飞鹰计划》时 江河真是怕了成龙 好说歹说要求成龙缩减开支 毕竟上一部电影奇迹已经归了 可成龙想拍一部国际化的大片 光是拍摄地就穿越亚非欧三大洲 电影拍摄时又意外不断 在摩洛哥当地风沙太大 机器总是出现问题 导致拍摄进度缓慢 大哥对工作人员又大方 想想几百个人在一国他乡 衣食住行都是一笔 极大的开销 地处沙漠条件十分坚固 剧组九成以上的员工都水土不服 女演员们经常抱头痛哭 这边拍摄困难 那边道具又出事了 剧组使用的道具钞票过于逼真 不知道怎么就在市场流通了 警方一度没收了电影胶片 眼看几个月的拍摄就要毁于一旦 剧组赶紧表明身份 联系律师一通折腾 才拿回了电影胶片 但负责道具的制片经理 却蹲了三个月监狱 拍摄完必要的镜头后 剧组一刻都不想停留 带着伤员返回香港 成龙害怕意外 恶意运了当地十吨沙子回来 在香港布景 就算补拍也不用回摩洛哥 等电影杀青 成龙已经一路超支 最终花了1.15亿港币才拍完 是当时香港最昂贵的电影之作 可惜飞英计划 依然没能拿下香港票房冠军 1991年 周星驰的陶穴威龙 拿下了4383万票房 飞英计划以3905万票房 区区亚军 幸好海外市场是大哥主场 飞英计划全球票房 获3900万美元 轻松拿下当年 全球华语片票房冠军 1987年 龙兄虎弟在南斯拉夫拍摄时 成龙要从城堡 跳到三米开外的大树 不幸手滑跌落到地面 这次意外差点让成龙丧命 是成龙电影生涯 最危险的一次 到了这部飞英计划 依然是薄命式演出 在拍一个拉着铁链 往下跳的镜头中 失误重现 成龙摔在了 没有任何保护的地面 胸骨一味 在花絮中 可以看到成龙腾的眼睛 都睁不开 2012年拍12生效 成龙不小心摔在画框上 当时就躺在地上 足足三分钟 所有人都不敢上去动它 与其说 是这个电影系列的拍摄巧合 不如说受伤 就是成龙电影的家常便饭 当然了成龙大哥 也不是万能的 飞英计划有不少摩托飞车系 一开始成龙乐意戴了墨镜 一方面是耍布 另一方面是让观众 不好认出替身 天中大量飞车镜头 其实专业的摩托车 各计替身演员完成的 这当然无可厚非 毕竟一个人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样样精通